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龙绍华刚出生的时候 他就被生母给遗弃了 龙绍华心里想 如果有一天了 他变成了大明星 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了他 会不会就来找他呢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 龙绍华菜头粉的滋味 颠覆了过往常态性的表演方式 很精准地塑造出 剧中人物的特殊性格 收放自如的演技 完全把自己融入了角色之中 细腻地呈现出内敛 升聚谋略能力的霸气黑道大哥 和慈父忘以成龙的和蔼 悲喜交集又豪放的表演 拿捏得恰到好处 叫人赞叹不已 龙绍华从谢银轩的手中 接过了梦寐以求的金公奖 演了四十年的戏 他终于拿到了戏剧节目 最佳男主角奖 爽啊 真的爽 干了四十年 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 还不够成熟 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 梦寐以求的奖品 得罪很多人 对不起 但现在我成熟了 我不会了 当年为了拿这一座奖 他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人 很不好意思 后来这几年龙绍华 他的心境转换 人生豁然开朗 再回头看看 当年一心一意想当大明星 其实都只是为了 要和亲生母亲见上一面 我叫什么名字 我不禁忆 你吃到现在 有想说我人家说 我想要找你 你才有想要找我吗 我那个时候 我要找你 有很多人 我如果不禁忆 就在电视台 对不对 我会不禁忆 一句龙哥自己讲说 他印象里面 他的生母其实是一个五小姐 那未婚就生下了龙绍华 那龙绍华等于就是私生子一样这样 我生后给你帮人 你往哪里去老公的华 你不记得我 我是公文 小的时候 被我养父赶出门的时候 我就会躲在墙角里面 唯一的 像我亲生妈妈 那时候小时候我就会想 我现在有一个亲生妈妈在旁边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被赶出这样 我叫电视台是因为 因为我的老婆把我放下了 我才想说 我还要做并且 你好 有什么问题 要亲朝父母 买到家旁边 你爱老是回家 你叫什么 好 我是龙 日本名叫做出路 大家都叫我海凌龙 姓王 叫海龙王 王 龙 海 对不对 对 对 如果说演差不多 时代剧的来讲 比如说日剧时代 到比较早期的台湾人的东西 我演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我都有我养父的影子 把他的模式弄在我身上我来演出 龙少华的养父是他生母以前的房东 妈妈在他出生没多久 就将他一系在养父家了 所以其实龙少华对生母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没有妈妈让他很自卑 龙少华于是下定决心 他长大之后要当个大明星 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让妈妈看到他的成就 能够来认他这个儿子 摆水果摊 我爸妈在卖水果 没有什么钱我都在买 我小时候 不爱念书 然后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就想当明星 这个我是觉得因为环境造成 可能自卑感产生 有自尊心 然后很想超越别人 对吧 对 要去哪里 同样 同样 窝在天桥底下水果摊的明星梦 龙少华等到了16岁 终于等到了几岁 刚好有个亲戚 也是在这一行 然后刚好认识陈宋雍大哥 然后我就介绍我 跟陈宋雍大哥认识 陈宋雍大哥就看着 好啊好啊 这狗孩子而已 不然对着我的朋友 我想对着朋友做小弟 买分了 买分了 对他走 对他吃 他如果挤得好就挤得好 人家说我真的外表愿意像兄弟 那大概也是小说 然后又跟在陈宋雍旁边 总是会炫耀一点 这个陈宋雍大哥你不要生气 并不是讲你说兄弟会很重 对你的鼻子 重新感染一点 跟在大哥的身旁跑跑腿 有机会就当个临时演员 龙少华他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虽然也没几句台词 但他在坐公车时 老爱把剧本捧在手上 希望有人注意到 眼前这小伙子 可是个电视台演员 不过结果根本没人多看他一眼 那时候怕人家不认识 不知道你在做电视名字嘛 然后我就故意坐公车 然后公车呢 然后这个裤带 我就故意把剧本踹这里 要不然有两本有三本 几本就踹这里 然后又把那个剧本的那个 那个剧名要露出来 要收你哪一本这样 你看我是在演电视的 我就是电视明星这样子 结果有别人又叉择了 以前那天晚上 你想说要讲一句台词 那比真天还难 以前 真的要讲一句台词都不简单 不是我这样 睡不着又起来的电视 只有这句话而已 结果起到那儿给人家说 不用啦 你的台词删掉了 太多余了 把帅怎么演 哪个大明星 不是从小角色开始演起呢 龙烧华退舞之后 先是回到了台试 当个基本演员 后来幸运地 被导演林福帝给看上 演个甘草人物 结果他逗趣地演出 深受观众喜爱 当年许不了过世之后 龙烧华甚至一度被期待 他渴望成为许不了的接班员 那个时候你看 还留个跟猪哥亮大哥一样 那个留个西瓜头 他叫万二 那个时候我算是一万二一 就跟我名字一样 一天一万二 那一天一万二已经不得了了 许不了过世的时候 人家说我可以顶替他 电影电影圈就是 现在出的龙烧华 可以顶替许不了 那时候人家就风险 龙烧华起来 顶替可以许不了 那时候风光的不是 年少得志 冲昏了龙烧华的脑袋 他觉得自己是电影咖了 所以电视剧找他 他也不拍了 架码开了太低的电影 他也不接 就在拍戏的空档 龙烧华甚至还沉迷赌博 天天过着纸醉鸡迷的 晃淡生活 然而龙烧华 自财升下的结果却是 连电视剧都没人想找他演 最后沦落到去拍三集片 他也没想起来 但因为 因为平常讲 那个因为演员 我也能够理解他那种心情 就是人往三处爬 那个时候 大头震就出来了 我是电影迷信的电视不拍 我觉得那时候 电视找我都不拍 因为我是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那个时候不得了 电影明星又当男主角 我还要演电视干什么 所以电视来我都没在讲 结果电视到最后 没落了 到我拍那个 拍那个三集片 到最后电视演不了 演三集片 一部十万块钱电影 等到拍到三集片又不行了 那个电影又不行了 我拍什么拍录影带 一部五万块钱 也是三集片 我拍录影带 去跟他们拍拍的 来电影我说 我现在拍三天了 我已经要睡了 你来电影拜托 帮我折尾 我又怕你用折尾 帮我折尾 我回去睡 小小小的都算我了 烤梯了 一个原本被看好 接班许不了的明日之星 竟然成了烂毒鬼 迷失了自己 三十岁出头的龙少华 在演艺圈还能抬得起头吗 但他只会演戏 不当演员 又能干什么呢 他学人家跑去做生意 结果更惨 他惨赔了将近一千万 他总在想说 我转行 要去做什么 一事无诚 也没有什么技术在手上 不知道要做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 大厦管理员 大厦管理员敢是谁 甚至说要做生意 没有做生意 你也没有那个容器 不知道要去哪里 去哪里 到一个回家 因为支票都是开门的 已经乱七八糟了 我们家的人管理 管理也不好 我一个回家 缺多了百万 缺多了百万 我票开出去 我现在已经停了 我现在发动 我现在开始走路 那我就有一部那个向心车 Mosswagen 浮世的 然后晚上睡觉 就开到巷子里面去 停了 停在路边 然后在里面睡 然后洗澡怎么办 没有钱 洗澡我就跑到那个华市 华市还不敢去那个大楼 那个里面 旁边不是有一个分楼吗 跑到那个分楼那边 晚上没有人 十二点超过没有人 然后就跑到警卫 跟警卫打招呼 在里面洗澡 洗完澡 换个内服洗一洗 然后再上车 然后再到找个地方 然后再爬车 然后再睡 曾经的大明星 怎么落魄到了这种地步呢 龙少华真的是被寨逼得走投无路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打了电话给林福帝 希望导演能够原谅他 看看还有没有演出的机会 能够赚点生活费 林福帝想了想 龙少华终究是自己培养出来演员 最后给了他一个客串的机会 我在拍《下面新娘》的时候 他就来找我 他说情况不怎么好 然后希望我原谅他 我说我没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好原谅的 他说他当时 对不起啦 没有听我的话 然后演我 演那个什么 结果让马如红得了金钟奖 他自己 结果好像是 结果后来《下面新娘》 虽然是一个小角色 抄天外角 可是也冒出来了 不过当龙少华回到了电视圈的消息 传到了债主的耳里 就天天跑到电视台的门口来讨债了 后来我就在录影的时候 在中式录影的时候 有很多人拿了我的支票 在中式大门口等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都一一把他解决 我都将他进来 我说我现在没钱 但是我有在工作 那我可以分期付款 这样子 慢慢的打过 再度回到了电视圈 龙少华像是换了个人 他非常珍惜每个演出的机会 他因为演出《厦门新娘》 然后呢 那个讲得实在一点就是说 有一点让你感觉到说 这个人演《投机取巧》 演那个《背叛老婆》 那种东西一定是演得非常好的 本来只给他四集的戏 后来他演了差不多六集 到最后呢 观众反映太好了 最后呢 后面大概二十集以后 二三十集以后 又他又回来了 因为应观众要求 他又回来了 我最基本的本能 赚钱的本能 就是演你嘛 你没演你 你要做什么 你也不在做人家生活了 我就要出来 跟他接三集 三集结束了 徐建良就是说 他真的是我的伯乐 他就说 这一支千尼马真的不错 就要来练起 够差不多十集 就要一直够下去 他到下一档的时候 他就为了量身打造 一部叫做《台湾水湖传》 那一支就会变得 变得 变得 龙少华苦奥多年 终于熬到了本土剧大型 祈祷了90年代 一家又一家的电视台 捧着剧本找上门 龙少华他记取了当年的教训 他一个都不放过了 最高的记录 手上曾经同时有 三岛连续剧《日夜感派》 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十年要把他当五名 把他撞牌 一时间过 所以说我现在在睡 八点钟差不多 我的手上只有三支 两支龙党 一支背戏 这样子 你看那有时间就好睡 一个星期就三周 就说这两天给你 这两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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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这样 不是才拍一拍 我就站上去睡 我现在也跑去 家庭再跑去 跑去 跑去 不要再一时 不要再一时 我这时就来办 再见 永远不要见 让弥补荒唐岁月失去的 龙少华他拼了命的在嘎嘻 甚至连综艺节目的主持邀约 他也来者不去 很多人恐怕都忘了 当年困志人口 周末必看的 我猜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 第一代的主持搭档 其实就是龙少华和大小S 在剧本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打个水 真的是 没有精神 很对不起 真的 稍微改了 也比较综艺的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我不适合 然后我也在忙 那我就跟韦中哥寝食 然后就找了吴忠賢 情思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龙少华却圆了小时候 当歌星的梦想 他出了唱片 而电视上 也几乎天天都看得到他 他真的成了大明星 也真的有人来找他任儿子 但好像都不是真正的亲生母亲 我觉得 既然这个养父已经不在了 那我这个 这个世界上 剩下一个最新的亲人 应该就是我生母 生我的亲母 那既然有人出来认 那我在想 应该生母还在人心 那我就想找找看 可是几年下来 都没有什么结果 没有什么成绩 你又从希望很大到现在 对对对 几乎已经放弃对不对 有的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线索 可以帮助你找到这个亲生母亲 对对对 因为所有出来认得都好像说不对 都对不上 这些内容都对不上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Friedrich 也省国中 我现在非常地很好 我现在想没有 Michelle 我希望她 JOSH 是想赠至少 她的 也是阿富哪 很大 你有 Ex- crib Habを 我就是說我不能生我 我一個小孩人家 我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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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要你我就不能生我 我看到他 他看到我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其實都沒有感情 人家說 人家說什麼親生父母親母子連心 我那時候印證沒有母子連心 其實我現在有一個障礙 其实我现在你说 求证的东西 像老婆现在说这样的 都已经靠近她是八十 但是我这个障碍 就是说我现在 我开不了口角 其实说就算真的是母亲的话 其实我开不了口角 终于看到了 赵思木想的亲串母亲 但却开不了口叫她医生妈妈 反倒是和小时候的养母见面时 她牵起了养母的手 龙少华说 那一刻她才感受到 所谓的母子怜心 这位就是龙哥的养母 凤娇女士 也就是后来我们找到了 一位关键人物 她讲了很详细当时的 当年的一些情形 那也让我们知道了 更多更多的线索呢 帮助我们到很多地方 后来可以找到 最有可能是龙哥亲生母亲的人 龙哥有印象吗 有印象 有印象 虽然她说 她在六七岁的时候离开我 那在我印象中我知道 我二妈长得很娇小很漂亮 漂亮 我的感觉是她 现在东西很漂亮啦 我反而跟我养母有个人的恋情 所以说人家说 新的亲戚了 新的没胜养 养的公劳比较大 1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